众所周知,中国近些年的发展可以用一日千里来形容,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,这也吸引了非常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。 很多人表示,他们想亲眼见识一下今天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。 近日有一位美国美女来中国旅游,因为她身处西方国家,所以对中国的了解有限,所以她一直认为中国并不怎么发达。 在她的印象里,中国只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国家,所以贫穷又落后,但是刚下飞机她就被震撼了,一条条宽阔笔直的马路,马路上车水马龙,旁边矗立着一栋栋高楼大厦,看得她眼花缭乱,这些都让她不敢相信,现在她是站在一个发展中国家。 随着她对中国的旅行继续,她发现很多她认为是黑科技的东西,在中国已经被习以为常了,简直就像去了未来世界一样。 比如说移动支付,在他们的国家移动支付就是刷卡支付,有的地方甚至连刷卡支付都没有,只能进行现金交易。 而且刷卡支付都是用于那种大额交易,根本不会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。 不像中国的移动支付,下到买民食,上到买房子,买汽车都可以。 只要一个手机轻松搞定,但也不用那些繁琐的现金交易了。 更让她兴奋的是中国的高铁,时速3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简直不要太快。 而且高铁还是云车人的福利,高铁非常平稳,根本不会有太大的感觉,更别提让人感到不舒服了。 美女表示,除了她还没有倒过来的时差,提醒着她现在是在中国,要不然她还以为自己在西方的某一个发达国家呢。 中国这几年的发展,真的是超出了世界人的想象。 。